Ohio,今日的幸福从早餐开始 先回顾一下昨晚满满当当的一桌菜肴 好,那种美味与享受叫人吃到撑也是心甘情愿的 宝格不断,回房后赶紧解衣宽带 快吃一包太甜味散帮助消化,安抚一下抗疫的胃 哈哈,就算吃到撑还是甘之如頤啦 昨晚的食物还没有消化 今早的美味料理就送上桌了 薄盐鲸鱼,他们家的不死咸 荷包蛋料理 还有几盘腌渍小菜 然后又是满满当当一桌子美味的料理 这碗汤叫kotsiyu,是惠金的正宗料理 重要场合一定不可少 大致会用干贝煮出高汤后 加入芋头,木耳,笋子,红萝卜,菇类等食材熬煮 汤品很清爽,非常美味 而这热腾腾的轮香饭也是惠金才有的道地香土料理哦 我们点了白鱼和鲑鱼两种 轮香饭是一种用圆形木饭盒蒸出来的米饭 他们选用当地的月光米 米饭上铺有白鱼或鲑鱼 Q弹的米香美味不在话下 这一餐又是吃得我们直摇头 一切尽在不言中啊 いただきます 别担心吃不完 老板娘帮你做成饭团 附带牙签是纸巾 直接打包上路 非常贴心啊 绿茶暖胃,咖啡提神 真是令人留恋的百年古宅一破二十 离别前 老板娘送了惠金吉祥物小红牛 当作纪念品 这么小巧 却依然能摇头晃脑 Kawaii nei 依依不舍 还是要说再见了 客人的鞋子已经摆放整齐 温馨送客 真心推荐 惠金甜式料理旅馆 赞拉 告别民宿后 今天的行程要往南行走 约38公里的山路 探访茅草屋聚落大内宿 回城再走另一条山路 品尝炉芦汁木温泉车站旁的牛奶屋食堂 然后再回到惠金市 拜访美丽的若松城 夜宿喜多方 全程大约只有81.5公里 悠悠闲闲 完全不赶路 雨过天晴了 今天天气一百分 前往大内宿的山路有些蜿蜒 但很平缓 途经几段隧道后 可以停车欣赏水坝风光 停车场每车收费500元 大内宿是造访茅金必访的景点 因为它是日本三大茅草屋聚落之一 这个地区和和掌村的不太一样 屋顶是前后左右四面的造型 屋顶上还有一个小小凸起的造型 应该是气窗作用吧 房屋结构很大 又厚又密又重的茅草 覆盖在上方 除了遮风挡雨 还有冬暖夏凉的作用 真是百文不如一见 据记载 江户时期 这里曾经是一个半农半素的聚落 这是商业往来的驿站 商人们会在这里留宿用餐 街道十分热闹 1981年被日本指定为 重要的传统建筑保护区 至今我们依然能看到当时的街道样貌 哦哦 这里原本可以往上爬 从高处欣赏大内宿街道全景 可惜整修静止进入 但幸运的 正巧可以看到茅草屋屋顶的整修情形 下一站是炉之木温泉车站旁的牛奶屋食堂 这是一家创业百余年的当地食堂 要现场预约等教号才能入内 可想而知是多么受顾客喜爱啊 点了一份人气第一的牛奶味噌拉面 950元 和一份附带牛奶含肉排的迷你套餐 1150元 这味噌是带点辣的口感 和牛奶搭配起来 竟然是出乎意料的好吃哦 难怪打着本店人气第一的头衔 厉害了 当然是通通吃光光咯 结账2100日元 大约台币460元 这一杯牛奶冰淇淋 然后到附近炉之木温泉车站散测一下 吃到蒸还是甘之如鱼啦 还有猫站长 体育馆 这里是洛松城的体育馆 运动设施停车的人 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停车场 就误导物状开进来了 从体育馆徒步到洛松城 大约10分钟 正好可以散散步 舒展筋骨 惠金洛松城又称鹤城 是日本百大名城之一 也是福岛限定的重要文化财产 城外建有一道护城河 城墙十分高大 进入城墙后 一只惠金牛正摇头晃脑向我们打招呼 可爱的模样忍不住要多看他几眼 眼前就是惠金必访的天首格 建筑十分雄伟美丽 据记载 在战乱时期 若松城曾经历多次的战火摧残 眼前所看到的样貌 只能算是重建修复而成 被列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 入内参观 门票每人520元 阁楼共有五层 各楼层陈列着惠金的历史文物 但禁止拍摄 这里是拍摄若松城的最佳位置 在樱花盛开 或矮矮白雪之际 肯定是更迷人的 接下来要慢慢往喜多方前进 寻找今晚落脚的阿兹马旅馆 喜多方并不热闹 旅馆的选项也不多 这是一家传统平价的日式旅馆 榻榻米房型 公用未遇 但房间不算小 安静且干净 12760元一碗 约台币2800元 昨晚太奢华了 今晚就简单一点吧 想吃串烧 虽然想发挥孤独美食家的精神 但逛来逛去 附近的小食堂几乎都没开了 眼前的喜多方 看起来似乎有些没落了 呃索性今晚就简单一点 逛逛超市 买糖果泡面 加明日早餐 好像是不错的选择哦 然后回到旅馆早堂泡个澡 再慢慢解决它们 感恩今日的幸福 明日要继续向北移动 首要任务是品尝米泽牛受洗烧 然后直奔山形的Montbell采购登山用品 简言之 这是此行的重点采购日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